好,随机变数,这个概念在几率里面还蛮重要的 因为它会影响到后面,会影响到后面你对几率的理解 但是这个概念看起来很简单,可是很容易误解 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叫随机变数 我们会说S是个随机变数,这里有个问题 S是个随机变数,它是什么意思 我们常常会写P of S,它又是什么意思 我们在之前里面都会觉得P of正面,P of反面 这样正面算是一个随机变数吗 答案不是,随机变数不是这个样子 随机变数事实上不是一个变数,它是个函数 来看一下 如果S指定给几率空间S中的每一个事件E 每一个事件,什么叫事件还记得吗 注牙是事件 是,很多东西都是事件 但是数学上的定义一个事件是什么东西呢 样本空间如果是S 它里面的一个什么东西叫事件 一个子集合 样本空间的一个子集合叫做事件 如果你出现的东西是在这个集合里面 这个子集合里面,那就说OK,这个事件发生 如果说没有在这个子集合里面 它说这个事件没发生 OK,所以它其实是把样本空间里面 每一个子集合都对应到一个时数 好,那针对每一个子集合呢 对应到一个时数 这个S就称为是随机变数 OK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随机变数 我们会写成S of S 那这个S呢 就是样本空间的一个子集合 那有时候我们如果S是单一元素的话 那我们就会把那个集合的大括号拿掉 就代表它是单一元素的集合 那这个我们看一下它的概念图 这是样本空间 S是一个随机变数 这个随机变数会把样本空间里面一些子集合 就是像这里 这里就是有五点 对不对 这里有五个点都有 五个点有限嘛 对不对 这五个点就是这个1 子集合嘛 S的子集合 目前1包含五个点 然后呢 S把它映射到时数轴上面 OK 那这个叫做随机变数 那你会觉得 这样好麻烦哦 为什么要这样定 它有好处的 因为只有这样定 我们才能算期望值 否则请问正面到底算是1还是0 骰子的一点算是1还是0 骰子的一点你可能觉得很理所当然是1 那全班50个同学里面翻译为算是1还是0 所以这里就会有问题 所以你最后一定要把它映射到一个数值 最后我们才能算出说OK 有什么期望值 那所以这是一个一个随机变数的定义 其实是为了要能够算一些几率统计的数值 而定出来 那为了要算几率统计的数值而定出来 来我们看一个例子 又再看到同板 同板出现正面或反面的时候呢 样本空间S要嘛是正面 要嘛是反面 就是这个是整个集合就只有两个元素 如果是公平的同板呢 那我们会写说P of正面等于1 P of反面等于1 这时候请你记住 所谓P of正面其实P of正面这个集合 外面其实通常要加个集合 只是为了简单起见我们省略 那但是在这里呢 没有函数的概念 它不符合随机变数的定义 如果我们用一个函数S来代表同板正面出现的次数 那这样呢 对于一次的同板头子而言 我们可以把它映射到0和1 假如我们定乎我们定义反面是0 正面是1 那S就会把正面映射到1 把反面映射到0 OK 这样子的函数才符合随机变数的定义 OK 所以我们会写说S of S 印射到R R是时数的意思 OK 时数轴 时数空间 那其中的样本空间呢 你会看到S是正面反面 S of正面会是1 S of反面会是0 这是比较正式的随机变数的数学定义 有了这个定义之后 后面我们才能算一些数学的统计值 所以请记得随机变数不是个变数 是个函数 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先休息一下